治疗新冠的药物能不能和他丁类降止药一起吃 大家好,我是心脏内科医生张志英大夫 我们今天用一个视频给大家把这个话题说清楚 大家如果正在吃他丁类降止药的朋友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耐心的看完 最近这一段时间 大家关注的几乎所有的健康问题都围着新冠病毒展开 这其中大家关注的度特别高的一类话题 是美国研发的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也就是帕克斯拉维的奈马特伪片和利托纳伪片 这个组合 吃他的过程中他丁要不要停药 张大夫之前也给大家讲过一些类似的知识 今天我们详细展开讲 要想详细讲先得讲这个药 大家看这个药打开之后 它是个药物组合 一个白片两个粉红片 这个粉红片是奈马特伪 然后白片是利托纳韦 这两个药组合起来能起到治疗作用 大家看粉红片 它是一个主要治疗这个新冠病毒的药 它吃上之后能够抑制 新冠病毒入侵你细胞之后 这个转路和复制的速度 为你身体的免疫系统争取时间 这么说比较通俗 但是这个粉红色的药片 简单讲代谢太快 它经过肝脏的细胞色素酶 P450 3A系统代谢代谢的太快 起不到治疗作用 那么药物原化工程师就想到了 用白片利托纳韦 严寒它的代谢 维持住稳定的血药浓度 来达到治疗效果 实质上这种药物组合并不少见 大家看着心想 一个药盆里装两药 实质上你高级压患者 好多都是吃着两个酱价药 那种也是联合应用 也是两个药物组合 只不过你是分两个药盆买的 所以说只不过包装比较新奇 但是这种理念并不少见 高血压患者 好多都有这个联合用药 包括高脂血症患者 好多人吃一个塔丁 吃一个医者麦布 其实也是这种药物组合 那么说到这儿 实质上大家听到了一个关键的酶 说这个麦马特伟 张大夫你说它是治疗的一个关键的药物 但是它好像经过那个酶系统 是细胞色素酶 P450 3A系统 之前听你讲过 好像有些塔丁也经过它 实际上这就引出了今天的话题 就是说吃这些塔丁 是不是能和它同用 其实呢 它这个麦马特伟代谢的途径上 有些塔丁还真和它 就是是一条代谢途径 比如说 常听张大夫的 张大夫常讲 就是这个阿托法塔丁 辛法塔丁 洛法塔丁 也就是血脂康 包含的是洛法塔丁 它是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 314代谢的 正好和这个粉红色的片呢 奈马特伟走一条路 这呢 就不得不 说到肝脏的细胞色素酶 P450 细胞色素酶 也就是CYP P450啊 这个系统啊 是个大家族 非常大 它里头又分好多小细枝 比如说 2C系统 3A系统 2D 2E等等 这些小分枝呢 还要分 比如说3A包括313 314 3A5 3A6 3A7 等等等等 所以说呢 它不断地 往下有分支 而这个塔丁呢 是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 3A4 这个阿托法塔丁 辛法塔丁 洛法塔丁 经过这条路代谢 而这个瑞数法塔丁呢 是经过2C9和2C19代谢 当然 大家常听到的 包括有些朋友吃的 匹法塔丁 很少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代谢 这就是不同药物的 代谢途径 但是好多朋友说 说你了解 这有什么用啊 讲的这么深 了解到这个层面 大家才知道 我们为什么 要调整用药 实质上呢 这是北京医生圈里 传的一张 这么以Pax Lawway的 这个药啊 相互作用的 一个素查表 也就是 美国研发的 治疗新冠的 这个药物 和哪些药物 有冲突的素查表 这个表里头 就清晰的标注 辛法塔丁 阿托法塔丁 瑞术法塔丁 不能和这个 Pax Lawway的合用 实际上 我自己再给大家 加一个 血脂康里头 含有的是 洛法塔丁 这个呢 尽量也不要和 这个Pax Lawway的合用 所以说 我给大家做了一张表 这张表里头呢 就是四种 尽量不要和 美国这个 治疗新冠的 这个Pax Lawway 一起用的塔丁 阿托法塔丁 瑞术法塔丁 辛法塔丁 血脂康 血脂康里含有的是 洛法塔丁 好多朋友说 说张大夫 这个经过 3A系列 代谢塔丁 不能连用 怎么这个 瑞术法塔丁 是经过2C9 2C19 常听张大夫的朋友 都知道 瑞术法塔丁 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 2C9 和2C19 代谢 怎么也不能连用啊 实质上呢 可能 这个药物 也有可能影响到 两个药物之间 有冲突 实质上 2022年7月份 美国总统 拜登先生 用这个瑞术法塔丁 他一直坚持吃 但是他在7月份 吃了Pax Lawhead 期间呢 美国白宫的御医 就给他停用了 瑞术法塔丁 所以说呢 从这个角度讲 可能啊 Pax Lawhead 和2C9 2C19 也有一些反应吧 也能相互影响 总而言之 这四种塔丁 我们尽量 不要和这个 抗新冠病毒 美国研发 这个Pax Lawhead 同时用 这张图片 大家看清楚 那么哪些塔丁 可以和他一起用呢 实质上 大家注意啊 这个匹法塔丁 它是很少 经过细胞色素酶 P450系列代谢的 这个甘酶系列代谢的 匹法塔丁 是可以 比如说你吃 Pax Lawhead 不用停药的 腐法塔丁 也不用 普法塔丁 也不用 当然 一折脉故 可能和这个Pax Lawhead 有点弱作用 但是呢 并不是说 不能合用 是可以考虑合用的 但是合用过程中 你注意监测就行了 所以说 我给大家做了张图片 匹法 服务法 普法塔丁 可以和Pax Lawhead 就是抗新冠病毒的 这个美国研发的药合用 一折脉故 也可以合用 但是呢 它可能存在一点 相互比较弱的作用 注意监测 就可以了 当然说到 我自己的意见 好多朋友说 张大夫 你说说这个药的意见 其实我觉得 大家如果真的是 在医生的指导下 使用了 这个Pax Lawhead 这个抗新冠病毒 美国研发这个药 如果是你正在吃 瑞术法 阿托法 心法 包括薛子康 这个时候呢 真可以停药 因为停几天 它不至于 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 连用的带来一些 不良反应 就不值得了 好多朋友呢 可能说心理上 这光过不去 说我必须得吃 我不吃不行 那必须得吃呢 我们也可以换用 这种可以连用 塔丁 比如说匹伐 腐伐 普伐 这种可以连用的 塔丁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 换一下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我的个人意见 就是说 如果说 你特别在意这方面 你说 我在医生的指导下 需要用 抗新冠病毒的药 我特别在意 他和塔丁冲突 听几天塔丁 问题不大 如果说 必须要用的 不能听塔丁的 可以换成这种 可以连用的塔丁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呢 能够帮到大家 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啊 大家都关注 这方面的内容 我呢 希望我讲的这些 能够切切实实的 让大家了解到 实质上 说到最后 如果您特别在意 这个 吃这个抗新冠的药 出一些问题 和塔丁联用 无论是能合用的 不能合用的 您都可以停几天 停几天 对于绝大多数人 不会有太大问题 等到您这个药 用完之后 在身体内 这个抗新冠的这个药 也都代谢完了 后期呢 再在医生的治疗下呢 启动塔丁治疗 因为毕竟塔丁啊 塔丁治疗 降止治疗 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和高质血症 很多病人身上 他不能长时间停用 你停几天 问题不大 但是长时间 使用这类药呢 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一个及时治疗 所以说后期呢 可以在 在医生的指导下 再启动 希望张大夫 今天的介绍 能帮到大家 尤其是那些 关注他 正在吃塔丁 关注新冠疫情的朋友们 尤其是关注 这个美国研发的 这个治疗新冠的 这个药物的 和塔丁能不能同时用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这视频 还不错 可以转发给身边 需要他的亲朋好友 让更多人受益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